这两天高雄有一个小学是新闻的焦点 就是夏坑国小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在高雄市议会上面呢 有一个议员李亚竹 他其实是国民党的市议员 但是他昨天很生气的咨询 这个韩市长的团队 为了就是夏坑国小 他指控说夏坑国小的校长 这个校长就是高雄市副市长洪东伟的妹妹 然后他说这位副市长的妹妹当校长 私科了家长会的印章 然后盗领了公款 然后呢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贪污 是这个贪污的状况 所以要求市府的官员要解释 要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这当中一来一回的 一来一往的这个对话呢 也让觉得 这个市议员的官微是不是稍微大了一点点 好我们来看看 首先议员就说了 我只问你印章谁科的 教育局的局长吴荣峰就回答说 你要听我解释不能这样 你说他不试任校长没道理 因为事实上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校长他是有拿过校长楷模的 所以就是其实算是风评 还不错的一个校长 那这时候旁边有议员的 有另外一位议员跳出来了 他说这是教育局有调查 并且向我报告过的 所以我建议要 他说已经搞成这样了 人家要求换下来就好 很困难吗 市长韩国瑜就回答说 这是教育局有调查 并且向我报告过的 所以我建议要理性探讨 要让吴局长来报告 就还是他觉得要让这个教育局长 吴荣峰来报告 好当然副市长红东文 因为是他的妹妹嘛 所以他也被叫起来了 议员就问他说 我被红校长呛吓 他说他的妹妹呛吓他 说他后面有人没办法动他 那副市长就回应说 你对我妹妹长期的努力 都没有用心的去了解 议员说他是谁 然后副市长就说了 他挡人家的财路 然后这个图章是公有科的 然后是总务主任指示的 所以其实副市长 洪多尉有帮他的妹妹 解释了一下 那议员就跟市长讲说 我知道你现在忙着选总统 那今天就是要给我一个答复啦 是不是就是要他调职呢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事实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校长 好像是一个楷模校长 所以我们要问问看说 到底呢这个钱 他把钱领出来做了些什么 好根据了解呢 他把这些钱拿去做了一些设施 包括有露台的圆桌 花了九万八千块 青蛙椅花了七万五千块 洗手台的改建十万块 总共是二十七万多 家长会的说法是 校长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刻印了这个私科的印章 动用了经费来支印 所以家长会要提高卫造文书 还要求撤换校长 但是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说团队没有特权 那如果不法的话就会送白 意思说即便他是洪东伟的妹妹 没有特权 如果这件事情这样已经要进法院了 所以调查出来 如果确实他真的有违法的话 那就是要处理啦 但这过程当中 其实包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到底有没有私科印章这件事情 那这个洪秀莹 他就是洪东伟的妹妹 这位校长 他就说了 我不知情 那当然副市长又帮他说话 说这个图像是工友科的 是总务主任指示的 然后他们的上班时间说法也不太一样 副市长的这个妹妹就说 他是2016年到这个下坑国小当校长 但是副市长说 他是2018年12月25号上任副市长的 所以你看哦 他在这个学校当校长 其实已经三年的时间 现在是2019年嘛 那副市长洪东伟 是去年年底才当副市长 所以他有可能去包庇他这件事情吗 对然后呢 你看教育局长吴荣峰也说 一个增班学校品德教育凯蒙的校长 你说他不认证没有道理啊 而且都是去年的事情 你不能影射副市长 原来这件事是去年的事情 那去年底12月25号 这个副市长洪东伟才上任的 所以这不公平 是给你的资料的这个人呢 是别有居心的 但是这教育局长已经有解释了 那立刻这个市议员就说 捷定湖内陆竹 这是他的这个背景 但是因为议员一直希望 他把这个校长换掉 我觉得是因为他是这个选区啦 那这个选区其实是在王金平 王院长的选区里面 大家觉得他跟王金平 好像关系是比较深厚的 所以当李雅筑把这个议题上纲道 那我知道这个市长 你想要选总统啊 你忙得很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帮王金平出气 还是帮王金平修理韩国瑜 有这种联想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几个重点 就是包括说 这件事情已经进到司法调查了 议员难道要把自己当法官吗 他要来仲裁这件事情吗 那关键在这个章到底是公有科的 还是校长指示的 这个部分已经走法律的 就交给法官去裁判就好了 不需要到议会 由这个议员来当法官的这样的角色 那这个事情 那从头到尾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 以这个副市长拿他来要舞扬威 我觉得要拿出证据啊 你拿出证据来 那我觉得市长也不会包容这样的事情 那没有证据 你就不应该在议会里面 随便上纲 甚至扯到他要选总统这样的事情 那据说这件事情呢 是像高雄市的教育局 也已经先内部调查过了 所以现在教育局长吴荣峰 吴局长就在我们的视讯线上 我们直接来问问吴局长 吴局长你好 吴安 你好 局长来 针对这个案件 当然有一些说法 前前后后都不拢的状况 你要不要帮我们做个整理啊 就是针对这位红校长 到他平常的表现是怎样 这个案件 你们内部了解状况是如何 OK 我大概分四点来说明 第一个 这个校长他原来 是在湖内区文贤国小 当了四年校长 表现非常好 我们教育局 我是问了教育局的同仁 他们说原来要把他调到比较大的学校 他说不用 他到小学校偏乡去服务 他很愿意付出 所以他前面四年在文贤国小 湖内区 做得非常好 他到了陆竹区 他到了陆竹区的夏坑国小 他是105年8月1号报到 105年8月1号 对8月1号 那么副市长和我 我们都是去年107年的12月25号报到 所以根本跟副市长完全不搭搭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别有居心来影射副市长 我必须要讲出来 好 第二个 这个校长来了快三年 他有三件事情做的是大家都说非常好 第一个 这个学校长期下雨就淹水 所以他去年年初就向教育局申请了经费 所以20年来的淹水 他全部解决了 现在学校下再大的雨都不会淹水 第二个 他去年他得到了2018年教育局颁发的高雄市的品德教育凯模学校 一个品德教育凯模学校 如果校长是不适任 他怎么可能拿到品德教育凯模学校 第三 另外他去年也拿到了佛光山的三好校园 三好校园是强调的是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他是三好校园的标杆学校 也拿到佛光山赞助他办学的八万块钱在学校 所以根据这几种理由 当家长会来找我的时候 也跟议员一起来说他们要换校长 我们去了解说这个我去调查 所以第三件事情我要讲 我们3月14号派了正风市 我们教育正风市派了都学 也派了国小科的人进场调查 这是我要讲的 第二个正风市去查的时候 发现他真的不知道 因为历年来家长会的账户都放在学校 历年来都是总务处去科的张 这个校长交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他 那他也不知道这个张是家长会授权的 还是学校去科的 所以当申请单上来的时候 上面有总务主任的张 承办人的张 家长会会长的张 我们一般做首长 该有会计的张 总务的张 申请人的张 张都齐取 校长就会盖张了 那这样子栽张他 我必须说栽张他说 是他叫人去科的 我们去调查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我们也不表达任何的事情 我们尊重司法去调查 但是我们教育局政风市去调查的时候 是确实我们的结案报告是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的总务主任表达他搞不清楚 但是他的工友负责科张的说 是总务主任叫他去科的 所以这个就是去法院谈 我觉得这非常单纯 可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跟副市长完全无关 因为副市长也好 包括我当教育局长 都是去年12月25号到任 这些事情都是去年的事情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做一个洗手台 整个洗手台 不是放在校长室 是放在走廊给学生用 你怎么可以说他 把钱拿走了 我真的搞不太懂 我觉得有些东西该澄清 我们站在教育专业立场 我们必须澄清 是 局长这件事情 因为他现在真的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就让司法来调查 但是眼下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昨天这个议员也说 你就你不能把它换掉吗 校长你不能换掉吗 你现在会有这个动作吗 还是要再看看后续司法调查的程序 我不会 我不会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他的评见表现不错 我们在上个礼拜二 我们紧急的请了嘉义大学课程和教学研究所 有四位教授 在三位嘉义县偏乡地区的校长 做一个专案小组去调查学校 这个行政运作和校长领导 课程与教学 还有亲师的沟通等等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运作正常的学校 当然它需要改进的 就是校长要去跟家长会 还有跟部分的老师要懂得沟通 我想这个 第二个 学校的108课纲 他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会带一个辅导团的小组 会协助校长带着学校去做 第三个 他有的多数老师教学很好 但是有的老师教学 40分钟上课 我们一个教授告诉我 通通用口述的 不管他上什么课程 没有用黑板 没有用任何的教具 像这种教学 我们要进场辅导 好 所以现在一切还是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去看他的表现 而且他今年还满三年 我们要调动一定是满四年 OK 好 所以后续当然如果司法调查 有一个结果 可能有必要再做调动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也谢谢这个局长 把我们整个案子说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新闻越来越热 讯息越来越多 用你听得懂的话 说给你听 新闻大白话 周一到周五 下午三点到六点 TVBS56台 Live直播